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原版原起 价格不贵 4万块钱 风天车从来没便宜过 但是品质 耐久性 保质率是一等一的好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这台灰色的卡罗拉 内饰也是灰色 深灰浅灰搭配 这个座椅磨损程度比较轻 因为毕竟是一手车 使用强度不是很高 大家看一眼 配置 四门电窗 电动护视镜 大灯高矮可调 带电子芯片的 多功能方向盘 这是影响控制 6DACG 双区自动空调 电动主架 副架是手动的 双层的手套箱 大家看一眼 缩冰书 保养组色都很齐 卡罗拉呢 我们都很熟悉了 这是背座 这是佛手箱 总体来说呢 岁数虽然不小 但是里程真少 61000公里 绝对实表 这样的车我们一年总能遇见那么几个 原车主我认识 绝对实表 小瓜棒 物有所值 4万块钱 先到先得 卡罗拉的后排空间也比较宽敞 这个西部空间有一拳 头部空间一拳零两指 坐两个人没问题 坐三个人 因为它地毯很平 也没有什么压力 这是烟灰缸 这是扶手 中央扶手 这是背座 中规中矩 现在卡罗拉的后翼还在不断演变 一直是妄销车型 这个车高保质力 高可靠性 是它的特点 喜欢的朋友关注一下 毕竟跑6万公里 很难遇到 08年卡罗拉很好找 但是只跑6万的 这么大车龄 12、3岁 绝对是稀有的 车况非常好 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 卡罗拉是一款很经典的车型 跟高尔夫一样 是世界的车型 销量好几千万辆 在全球各地都热卖 进入中国以后 花冠 卡罗拉 雷灵 它们的变种和衍生品都一直卖得不错 我们来看一眼这车的后边的行李箱的容器 450升左右 看一眼备胎 全尺寸 铝轮 中规中矩 这个车基本 本地一手没过过户 6万公里 可遇不可求 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 好 今天的老胡问答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跟汽车相关的问题想问老胡 可以关注我们头条号呼喊汽车 点击并留下您的问题 老胡会在下一期节目中为大家做一一解答 请大家继续关注